本账号内容全部为原创,禁止抄袭转载,为着句话追责,俗话说,枪打猪头鸟,人红是非多,在娱乐圈货的人,大家都想红,也用尽一切手段让自己红。 可是,一旦红了,受人关注,负面新闻就随之而来了,就像当红女性范冰冰,被视非困扰,已经一百多天已见身影,可见舆论压力有多大,杨幂和刘凯威的婚姻,这几年一直是网友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,网上一直传闻两人离婚,也多次被辟调,但是网友就是不信,主要原因,就是杨幂和刘凯威, 这两年几乎没有在一起同框过,两人刚结婚时,就像联体人,天天秀恩爱,去港媒报道,早前,有一次是刘凯威好友的女子留言爆料,趁杨幂刘凯威已离婚两年,对此有媒体向刘凯威工作人员求证,刘凯威方表示,刘凯威并不认识这位女士,照片是礼貌配合而已,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, 但我们确认的时候,她已经将相关评论删除了,还有一点也让网友怀疑,刘凯威和杨幂结婚后,每年生日的零点时刻,刘凯威都会准时送上生日祝福,去年杨幂生日,刘凯威没有送祝福,网上议论纷纷,最后工作室说是刘凯威手机没有绑定微博, 最后还是在早上吃点左右送上祝福,今年9月12日是杨幂32岁生日,全面好友纷纷送祝福,无论网上怎么议论,刘凯威就是不送祝福,好像把杨幂生日忘记了,再次引起网友热议,不过,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刘凯威, 对妻子和家人的好,不是做给别人看的,做事干嘛要让大家都知道,杨幂是小编很欣赏的女星,也是一个大美女,小编和喜欢她的粉丝一样,都希望她的婚姻永远的甜蜜,必定小诺你才四岁,她更需要父母的宠爱,不过,谣言很可怕,杨幂应该和溜凯威,像以前一样搂搂抱抱秀恩爱,哪怕做一次, 谣言也会慢慢的终止,为什么不做呢?